Hello,我是龙子 今天就跟初学自由的朋友分享一下关于手臂学习的方法 为了保证自由游每次滑水最好的时效和最远的距离 我们通常在不能完成很好的高肘移臂的时候 我们先来学习大风车的动作 那也就是直臂滑水 这个动作可以帮助你去改进你不能推到最后的动作习惯 同时也非常利于初学的朋友去完成自由游手臂动作 这个视频中的训练方法适用于小朋友也适用于大朋友 双脚站立,手扶持臂 一推直,二移臂 一转头吸气,二回头伸手 一,二,注意吸气时的头部位置 水下注意不是直臂滑水,而是曲臂滑水 贴紧大腿做推水 五指微微张开才是饮水面最大的效果 注意曲臂角度,高肘爆水 手心向后做推水,不要脱肘 一定要将手臂推直,完全推直,再做一臂前身的动作 我们再连贯的看一遍 后面我们将进行浮板的滑手训练 手扶三脚板,六次腿一次手 左边一次打六次腿 右边一次 每一次滑手带一次转头吸气 手臂用力前身伸直,不要弯曲 能力可以的话,可以不要浮板 做同样的分解练习 注意在吸气的时候,腿部不停,侧身打腿 吸气时注意核心的控制,双腿不要分开过大 特别要注意的是在吸气时身体转动的幅度 肩膀指向天花板即可 不要将整个身体变成羊涌,然后再翻过来 滑手持伏板的手臂不要用力下压 保持手臂充分伸展伸直,贴近水面 吸气后鼻子慢慢吐气 如果自身伏力不够好 总是在移臂时造成身体下沉 那就可以采用背飘的方式来练习 三脚板倒置伏板可以让你的动作更加伸展 不受影响 最后我们再看一下连贯动作 今天的动作就到这里了 下期跟大家来分享关于高轴无地的训练方式方法 我是龙子,记得关注我,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mmm